全新版本武器全售售价43.99到52.59 我们从店里面了解到目前呢 你去谈起步就可以谈9到10个W 目前优惠也是非常给力的 它全系标配2.0T有低功和高功 低功190匹高功258匹 分成了4个阶层 每个阶层呢各有M运动和豪华两个版本 也就是说一共8个配置 我们身边这台呢是它的525RR 也就是最低配 这一次把马武器非常有意思的是 从最低配开始 它基本上就把很多高端的配置给拉满了 起步它就带了全LED的大灯 而且带自适应远近光 到后径的锁车自动折叠和倒车自动下翻 全景的大连窗虽然它不能打开 以及在开门方式上 虽然它不能无钥匙的进入 但是它提供了UWB的数字钥匙 在轮胎部分起步呢就提供了245R19的胎 而且5系这次除了顶配是前245后275之外 顶配之下全部都是前后245的开关 进到车内呢多功能的方向盘 带换挡摸片可变转向比 支持多种的驾驶模式 此外提供带车道保持和道路标识识别的 L2智能驾驶 甚至还提供了自动泊车和循迹道车 中间这块12.3英寸的夜镜仪表 和14.9英寸的大屏 内置的是iDrive的智能系统 支持Carplay 支持主副架的分期对话和连续的语音 此外前排我们还能看到手机无线充 主副架中间呢 这次武器还提供了远端气囊 虽然主副架的表面呢都是仿皮 但它们都提供了电动的调节加热 甚至还有两档的记忆功能 在车内我们还能看到多色的氛围灯 和12扬声器的哈曼卡顿音响 如果你加6000呢 可以升级为保号语件 后排呢还提供了扶手和杯架 可谓是一步到位 我们来聊聊它的前排座舱 首先来看用量啊 软线弹素这不字不必多说 这个呢是用到了一个氛围灯的设计 下方呢很有意思 它用的是一个铝板 我觉得这个设计挺好啊 又干净啊 看起来又简洁 另外呢 它也省去了一些物理按键 比如说它的空调 然后用这种触摸的形式来展现了 另外呢一些物理按键 它也用这种电容式的按键取代了 当然了这个旋钮还是给好评的 非常的好用 而且转动起来手感咔嚓咔嚓的 非常舒服 宝马的方向盘呢 我一直是给予好评的 握杆非常的粗壮 看起来运动范十足 给到了换挡摸片 全新宝马5系的中控大屏 14.9英寸 可以看到它的APP应用 还是非常的丰富的 5系的前排的主副架呢 都是提供座椅的加热 以及座椅的位置记忆 我们来试一下 它这道iDrive智能系统的语音 好不好用 导航道解放碑 我找到了你搜索的地址和兴趣点 第一个 我们感受一个好玩的啊 现在挂的S了 走 听到了吗 一胎190匹的2.0T 爆发出了非常销魂的声浪 当然这个声浪是模拟的啊 通过车内的卡曼卡顿音响传出来的 这一代宝马5系 它为了提供给你情绪价值 给予的一个小功能 我们在此还要听一下啊 走 真棒 你说有了这个声量加持 就算它190匹又怎样 而且我觉得从加速体感来说 并不算差 而且它比双离合来的要更舒适平顺些 整个发动机变速箱结合的那一瞬间 它的冲击感没有那么强 而且这套8AT的变速箱啊 确实跟我开上一代那个8AT感觉是一样的 又灵敏又平顺 上坡下坡突然的加速减速等等各种各样的工况 我真的是一点都没有感觉到它的变速箱有稍微的顿挫或者是那种跟不上我的油门形成节奏的那种感觉 它的S档进入非常方便啊 就是这个电子的换挡片 向下一波进入D档 再向下一波就进入S档 那如果你想用手动换挡呢 直接就是用换挡波片 它就直接切入了M档 M档的话 你就可以手动的在几个档之间切换 我自己用波片换了几个档位发现啊 在时速60左右 你最低可以切到三档 最高可以切到八档 有时候它的尺比的范围是非常广的 那如果你时速60 比如说现在我们切到三档 你能略略的听到发动机的声音呢 要大一点 如果再切换到两档 好 转速马上就升到4000转 这时候你稍稍再给点油门呢 它到这时候大扭矩呢 会爆发的更进性一些 听听 你 这时候你看你无论你持续的下踩 它的档位始终是保持在二档的 也就是说你去自驾游的时候 爬一个大坡 你可以长期让它保持低档位 大扭矩的输出状态 所以呢宝马就是宝马 即使是5系这种行政级的轿车 它也在动力设置上 尽可能给到你足够的可支配的空间 可挖掘的驾驶乐趣 就动力来说啊 因为它有手动挡 S档这些档位的加持 我觉得190匹 日常开绝对够了 如果你想要驾驶乐趣 其实也有的挖的 现在帮忙武器全系标配L2 另外在顶配呢是提供主动变道功能 它全系标配这个L呢 是提供车道保持和道路标速识别的 但是它的辅助驾驶是有三个层级 那现在就是带车道保持和标识识别的 我就可以这个手辅助方向盘就好了 方向包括车速是由它来控制 我可以在方向盘上来进行速度加解 下雨天呢路上的线不是很清晰啊 我手动呢帮助它使进车道 但是它的智能驾驶呢依旧是不退出的 是还是可以正常使用的 这时候它的L2最高时速可以到180 这个是很罕见的啊 最低的工作时速可以设定到30 但实际上呢它也可以从零起步 第二个驾驶辅助层级就是先速巡航 主动巡航已启动 第三个层级就是主动巡航 三个层级的辅助驾驶 匹配你不同的驾驶场景 两个特点啊 一个是工作速度范围广 二一个就是开启 还是非常方便 而且三种模式的选择呢 配合你翻盘的按键 包括液晶地表显示呢 也非常的快捷 整个的操作逻辑和可高度还是还行吧 那么最后就来说一下它的底盘 我们一把这台车的底盘升起来看了 前双叉臂全部带仰角一起 铝合金断造 而且它的下叉呢 是双球结的结构 是结偶的 比连在一起的结构呢 抗冲击的能力更强 就极限更高 候选用的是钢铝混合的五连杆 底线放低一点 你可以把它看着六连杆 因为它有根杆呢 是两套U型的铁皮是连在一起的 准确点就是五连杆的结构 整个这套底盘的悬架的材料做工 相比较如今很多三四十万的电车 一片白花花的全铝合金底盘呢 那确实可能还差点成色 但是除了看材料之外 是不是还要看调教嘛 开了之后 我觉得它比我所开过的 所有的电车的底盘都要舒服 第一个它没有电车那么的沉 而这台车呢 首先车重比一般的电车是要轻的 开起来在路面上的时候 会觉得路面的起伏 跟你驾驶者的这种体感 还有你事业的这种焦点 它整体的节奏是比较匹配的 它不像有些电车呢 前面是个坑 你觉得车掉下去之后该弹起来了 但是它因为太重了 始终要慢半拍 所以那种车身发沉的状态下呢 人和车的这种感受呢 不一定能达到一致 这台车开起来 你路面的起伏变化 车身的姿态变化 跟人的这种驾驶体感 是完全的同步的 所以开起来就是人车一体 这种感受是非常的集中 非常鲜明 这就是燃油车 我觉得比电车开起来 有乐趣的一个主要原因 开就是这套前双扎臂啊 开起来车头非常的稳 遇到一些大电波 坑洼隔离带啊 速度快一点的时候 你不会觉得车头弹起来 然后有什么横摆啊 或者多余的跳动啊 车头真的很稳 翻转盘在手里不会乱跑 后拳呢 对路面的 不管是大电波 还是小碎震 都吸收过滤的非常OK 宝马这套底盘呢 我真的挑不出毛病 它可能没有奥迪6啊 就搞得那么运动 路感那么强 但是它一定是将运动和舒适 这两种感觉均衡性 做得最好的 没有之一啊 就如果从底盘这两个也多 就是追求极致的运动 那我推荐A6 那如果你想要更均衡一点 就是西装暴徒 平时文质彬彬也可以 然后偶尔暴力一下也可以 那我还是推荐885 所以整个来说 这台车其实开起来的感觉 还是非常的武器 那如果说唯一的 我觉得有一点不好 就是整个的驾驶坐姿 我觉得三米上一代武器要 高了不少 那种沉浸感的差了一些 还有就是 它座舱内大量的这种 触摸式设计 电容式按键 用起来的话 还是需要一点时间来适应 实际上这台武器 我给大家的建议就是 玩玩玩就够了 从动力 从配置 各方面来说 是一个性价比非常高 综合非常全面的一个选择 不一定非要加几万 上它的258匹 第二个就是 如果你又想要 比较好的智能化 至少是在合资 或者豪华品牌里面 比较好的智能化 同时又要比较好的驾驶感 那么这台武器 可能是相对比较均衡的 一个选择 第三个 你要想在30到40万里面 找一套 综合行驶品质 最好的底盘 非这台武器莫属 以上就是 我对这台武器的结论